你 碧玺姑娘 赵长使 你 你怎么来了 李官找人册了册妃的生辰八字 说这芳草阁风水不太好 所以要将棺木挪到后院去庭房 不 竹子最喜欢这儿了 他哪儿也不去 来人 好 碧玺姑娘 碧玺姑娘 要是再这样胡闹下去 就别怪我失礼了 你放下 竹子 竹子 对 对 我已经命人去请顾大夫了 此事事关重大 顾大夫又刚到平城 你担心顾欢不可靠 毕竟不是知根知底 朕因为他初来乍到根基不深 在平城没有占心待故的关系 才是目前阶段最可靠的人选 除了他 可信的人不够本领 有本领的人又不可信 赵香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我相信霍玄 是 是 冗旨 你真的想好了吗 这不是你提的意见吗 是我的提议不错 可我以为你不会接受 是 为了查明真相 这是唯一的办法 顾大夫请你 你来了 参见摄政王 拜托你了 谁敢动他一下 马相 荣之 你疯了 你是不是疯了 你让雪云的尸体 在大田广州之下任人玷污 马相 雪云的死因不明 只有这样才能查明真相 马雪云是你妻子 你让她的衣容 暴露在大庭广州之下 这对于皇家 对我马家 都是七尺大辱 马相 我明白了 或者 你认为你是摄政王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对不对 马相 我们只是想调查真相 你这样干扰验尸 莫非心里有鬼 你给我闭嘴 破玄 你的愚蠢超过了我的想象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是我的家事 你凭什么来指手画脚 就为了你们 调查真相这四个字 就让我女儿尸骨不安 魂魄不宁吗 什么尸骨不安魂魄不宁啊 我们只是想做简单的查验 又不是解剖尸体 马相 交恨霸道也要失可而止啊 霍玄 马相 薛云已经驾到摄政王府 我既然决定要验尸 就算你是她的父亲 也没有智慧的余地 好 好 好威风啊摄政王 那老夫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有没有这个资格 来人 把女郎请回府去 还不动手 马相 你不能把雪云带走 摄政王 好 我是雪云的父亲 父亲带走女儿 天经地义嘛 你不允许啊 不允许也可以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 请了皇上的圣旨再说 殿下 秦月出事了 你不是要升职吗 好啊 我一定给你 顾大夫 你被丞相大人吓着了 那你这是怎么了 打从摄政王府出来 你就没说过半个字 霍玄 她那个婢女 我好像在哪儿见 哪儿见过 哪个 就是在马侧妃身旁的那个婢女 叫 碧玺 对 碧玺 和声 我已经给你带过来了 把人带过来 是 是她 杀人凶手 真想不到 一个女人竟会如此凶狠 马家女郎多好的人哪 去年还给咱们放粮失粥 竟然被这个恶女给害了 这么柔弱的样子 想不到竟如此狠毒 我大哥 就是被这些留纵人杀死的 对 我父亲也死在战场上 都怪这群恶人 对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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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是 摄政王 你来得正好 行刑的时间到了 来人 你来 荣池 你也要杀我吗 时辰到了 你就动手吧 除了 你 手 穷 食 食 食 娘娘 没事 你还在担心摄政王 但愿戎旨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娘娘放心 殿下聪明睿智 他神思熟虑之后 一定会以大局为重的 柔旨 我说过 不会让别人伤害你 摄政王 处死刘楚御是皇上的旨意 你要抗旨 皇上受人蒙蔽 我身为摄政王 有责任纠正错误 容旨 今天是雪云出殡的日子 我定要用这个女人的血 来祭奠我女儿 你不帮忙就算了 还在维护她 真是妄恩负义之急呀 来人 给我取了这个恶女人的头颅 不要走 我 只能比较没人 我 就让你救大局 servers 可是我 除了 这 又是 是 你嫁给他 爹真是瞎了眼 龙旨 今天别说你带的这些人 就是皇上的龙林军来了 也阻挡不住我杀他 如果再加上我呢 霍玄 你来干什么 在平城城内 你不可以私自带兵 谁说我私自带兵了 这些不过是霍府的老家将们 我带着他们出来六安 正好到了这里 不行吗 你为了荣旨 简直失去了理性 不 我只是随心所欲 康王殿下为了权力富贵 才是不顾一切 性祸的 老夫就不明白了 你们一个一个的 为什么都要 袒护这个女人呢 我们只是想查明真相 怎么查 麻烦马相打开棺果 你们欺人太甚 我向来如此 你第一天知道 来人 给我把棺材盖子掀了 我看你们谁敢 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王子 还愣着干吗 快去啊 好 他们真的有把握吗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也要试试 没事的 有我在 雪云 爹对不住你 大家都看到了吧 这些人突然闯入 对死者没有半点尊重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你们不能这样 人都已经死了 还要开棺念尸 没有这种道理 马相白发人送黑发人 已经很可怜了 你们却还要雪上加霜 还有没有人心啊 对啊 你们有什么权利开棺 不许开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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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相 如果我之前不认识你 我一定会像大家一样 被你爱女情深的 表象所蒙骗 如今我们只是想 开棺验尸查明真相 你这么激动 到底是因为玷污死者 还是因为些许颜面 宁愿女儿枉死 你是杀人凶手 老夫不跟你说话 你们都说我是杀人凶手 可是人证在哪儿 物证又在哪儿 刘楚玉 你可别忘了 廷尉这里 有你的签字画鸭 没错 就在这儿 那是你们拿 秦月的性命威胁我 我才不得不画鸭的 就算你有千万个理由 白纸黑字上面 是你的名字 你是逃不掉的 好好看清楚吧 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这上面是什么 不是你的名字吗 我不懂大卫文字 所以用汉字画鸭 不过这三个字 可不是我的名字 那这是什么 大狗屎 你 你怎么骂人 你们驱打成招 可不就是一群狗屎 不如的东西吗 你这个混账 谁让你们驱逐 大宋使臣 关键时候 连个义官都找不到 看不懂还要装懂 一帮蠢材 你 别丢人心 好 谁让你们在这里